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,保健食法每天兩粒,進階食法每天八粒。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,阻止皮膚痕癢,皮膚過敏,主副手,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。 《夢遊之謎》是一個困惑了人類幾個世紀的問題。 它詭異而恐怖,在夢遊狀態下的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有點違反常理。 更詭異的是夢遊醒回之後對發生的事都一無所知。 多數人的夢遊是睡覺睡到半夜,在迷糊狀態中突然會爬起來東走西礦的,過一陣又睡回上床。 第二天,如果有人問他昨晚起床做什麼,他自己都會覺得奇怪,答不到。 而有些人的夢遊就比較危險了,他們會起來做飯,站到陽台上,出去逛街,甚至還有的會去磨刀。 夢遊的人眼睛是張開的,為何對周圍的人是若無睹,但對環境還有些反應,所以會自動被開阻擋物,不會慣直。 在夢遊所做的事乾,被醒定時做的環要出色,比喻說夢遊時的力氣、伸手、夢遊邏輯算數等,可以根據算機相比了。 如果說大腦環處於休息狀態,那個魔系什麼讓夢遊的人如此出色? 夢遊醒定之後,夢遊的人為什麼對夢遊的經歷簡直沒有記憶。 夢遊顯然是一種變異的意識狀態。 患者與周圍環境失去了聯繫,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私人的世界裡。 他的情緒有時會很激動,甚至會說成堆胡話,旁邊人很難聽懂他在說什麼東西。 他似乎在從事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。 這種活動往往是他壓抑的痛苦經歷的象徵式重現。 夢遊症也可稱為歲行症,在蘇霞中比較常見,多發生於四至十二歲的兒童。 根據統計,百分之十至三十的蘇霞有夢遊的經驗,通常長大後不再發生。 中醫認為要解開夢遊之迷,還是要先了解人的生命內涵到底是什麼? 關於人的生命,中醫與西醫的看法有很大不同。 西醫只研究我們有形的身體,而中醫認為人除開有形的身體, 患有許多無形的生命成分。 有人提出,夢是一種無意識思維。 這種觀點認為,夢遊來源於靈感或創造性思維, 人在夢遊中排除開外界的干擾, 聯想思維又特別活躍,不受邏輯思維和各種成見的束縛。 日頭的思維在夢境中繼續下去, 豁然貫通的機會就比較大。 然而,不管這種解釋是多麼合理, 它也僅僅是一種假說, 還有待於人們的實驗和考證。 喜歡我們的朋友,請讚好和分享。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, 要按旁邊的小鐘, 我們一有新影片, 各位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。 好啦,再見! - 旅程的方法不夠強硬?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, 地中海的煩惱,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。 要擊掛毛囊, 控油去屑, 固法, 辱法, 防脫法。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